下了三年十九分 三年玩什么 我是Eva 今天呢 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迎来了特别的来宾 刚刚有介绍了 欢迎我们的桃园金发局的局长张诚 张局长 大家好 我是张诚 今天第一次见到张局长很开心 因为今天局长就要来告诉我们好康的 对 刚刚我在节目前面有稍微跟听众朋友聊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啊 我觉得每一次过年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每一次在过年 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仪式感 感觉好像你一整年辛苦一整年要收束 然后又可以放假了 又可以大吃大喝了 然后又可以见到很多很久不见的亲朋好友啊这样子 所以我对过年的半年或者这些印象 真的就是小时候阿嬷会开始装扮一些花 只有过年会出现的花跟糖果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家里的布置都好不一样哦 你就会知道 嗯 要过年了 对 但是现在好像就少了那么一点点年位 对不对 嗯 你反而这样讲我会觉得我好像很老了 怎么会 因为的确最近真的这几年下来 大家都觉得年位好像少了一些些 是是是 对不对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局长要来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们以往大家对于北部的年货大街 大家直接想到的就是台北的迪化街 嗯 但今年桃园也有了 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桃园跟台北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呃 台北的迪化街在我们的万华 嗯 万华它在淡水河边 对 它以前是个港口 嗯 所以那个地方很自然的就会有南北货的聚集 哦 那所以过年的时候 那个大家会到那边买南北货 嗯 十年天跟连货大街是一个习俗一个传统 对 那桃园的结构跟台北不一样 嗯 呃 桃园呢 是一个台地 嗯 那一个台地 那台地呢 它在人口具体上又刚好蛮巧的纷争 桃园区跟中立区两个范围 嗯 嗯 那它就没有那个港口的那个行程 也就是没有那种 那种传统南北货式的地方 嗯 嗯 嗯 所以呢 在以前的桃园呢 并没有所明显的所谓的年货大街 没有一个真的明确的大家聚集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传统市场 对 传统市场 嗯 那所以今年呢 我们桃园市政府就想说 诶 我们应该要像台北一样有个年货大街 哦 所以我们就这样在桃园跟中立这两个区域呢 嗯 嗯 各找了一个地点 嗯 然后我们来想从今年开始 我们把桃园年货大街做出来 把它打响打亮 哦 那年货大街的目的是要帮助大家怎么样 在一个地方呢 把年货构足 嗯 就不要东跑西跑了 嗯 嗯 不用说 不用说我要到东家店 西家店去买东西 嗯 那我们在一个地方可以把 我们过年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比如说呢 南北货啊 干货 比如说糖果啊 等等等等啊 嗯 比如说这样讲 那些花 对 等等的 我们可以一次在一个地方 一次构筑 嗯 这是我们想办的年货大街 可是我看啊 这是桃园年货大街 它跟以往我们大家认知 刚刚局长讲到的台北的迪化街 又不一样 是他们竟然还有活动耶 是是是是 桃园这次的活动好厉害哦 好有趣 我都觉得很像是一个很大型的市集一样 对对对对 嗯 我先把我们年货大街的那个地点跟大家说 对对对 让大家先记得时间跟地点好不好 因为我们地 因为我刚才稍微提了一下 我们桃园分两个都会区 嗯 一个在桃园区 一个在中立区 嗯 我们桃园区我们就选在那义文特区 义文特区 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从那个高速公路中正路下来的义文特区 对 然后另外我们在中立就选在那A22站的老街西 嗯 旁边那个广场 嗯 2月1号对不对 桃园是2月1号到2月5号 就比较靠近过年的时候 对 那中立的话 我们会选在2月24号到2月28号 哦 各5天 嗯 各5天 在这两个地点呢 我们会 这两个时间 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呢 我们会办两次的连货大街 嗯 我再跟大家去 就是再明确的再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记起来哦 这个时间过了 你知道去那边就空荡荡了 我们桃园的中立场 是在1月24号到1月28号 那地点是在桃园市中立区A22的老街西站旁的广场 摊位数至少会有80摊以上 所以非常的大 对 所以那桃园厂的部分就是在快靠近过年的时间 2月1号 礼拜四到2月5号 星期一 然后是在桃园市的 呃 桃园区的义文广场这边 一样也是这么大的阵容 摊上都在那边聚集 我要补充一下 时间上面哈 嗯 如果是假日 礼拜六礼拜天 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对 如果是平日的话 是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 哇 哎到晚上真的很贴心耶 感觉好像我们也可以去那边交游 踏踏青彩点一下 是是是 因为呢 我知道这一次的年货大街 不仅仅是他办了两场以外 其实还有我刚刚自己提到了 就是我觉得你到了现场买年货 也许你没有那么多年货的需求 但你可以去那边感染一下年味 就有很多活动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先讲一个活动啊 这个活动呢 你可能我还没告诉你 就是我们这两场的年货大街 我们都有准备iPhone的抽奖 什么 在现场 在现场 就是只要你才买满1000元以上 就会得到一个彩券 那彩券呢我们会分别在刚刚提到我们的桃圆中立场会在24号到28号我们在28号抽出来 桃圆场从1号到5号我们在5号抽出来 一场一个吗 对一场一个 哇哦 这是真天的哇好酷哦 来大家我就不就算我不住桃圆我也每天都要去消费的感觉 这也等于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对对对 那一把你刚刚提到的活动 有我们有几个活动 第一个一元竞标 对 什么叫一元竞标呢 就是我们在现场会准备一些福袋 那福袋都价值千元的福袋 然后那个开始用一块钱来的竞标 大概大概加钱一块两块三块往上加 那有这是第一个活动 一元竞标 那第二个活动呢就是那个牛蛋 消费买牛蛋 刚刚讲的1000元嘛 对 1000元出了可以那个留个彩券 再拿去抽那个iPhone之外呢 对 那买1000元就可以 还可以玩牛蛋哦 一定有奖 哇哦 好可爱的这个活动 对 所以我今天就在现场买1000元的消费 我不仅仅可以有抽奖券 在最后一天可以抽出iPhone以外 我还可以直接现场来扭蛋 对对对 不会扭蛋是限量的 对 大家限量的 限量都是残酷的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跟时间 是是 对 那第三个呢 如果你是属龙的 到我们现场会给你那个惊奇的礼物 嗯嗯嗯嗯 我们说叫叫叫做龙宝专属礼 啊好贴心哦 特别为是龙年出生的这些幸运额 不过这都是在最后一天 就在中立场的话就在24号 在桃圆场的话就是5号 在最后一天 嗯 感觉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的样子 是是是 最后这一天还就是有一个 专门为龙年出生的小朋友们 大朋友也可以 对对 这样你要是身份证也是龙年出生的 如果还在肚子里面呢 哈哈哈哈 预估可能年底也出生 哈哈哈哈 好了就是这年货大街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了 在桃園这一次是第一次 这么盛大的举办 对对对对对对 特别举办了两场 一个是在我们的中立 一个是在我们的桃園 是 然后这个时间也真的 非常的优惠 我们很多很忙碌的上班族 就是到了晚上10点钟 对 哇10点钟还在采买年货的感觉 一定很不一样 因为有些上班族 白天要上班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服务到最好 哇真的是这一次的桃園年货大街 令人非常的期待 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再来问问局长 我们因为很多人呢 对于桃園可能 如果你不是在地的人 也许对于一些区域不是太熟 但是呢像我自己不是桃園 我也没有住桃園 可是我这样听 我就真的超想去逛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踩点桃園年货大街 待会儿来好好问问局长 今天我们的现场欢迎我们的局长 三点玩什么 谢谢我们的局长来跟我们讲这么多好康的 刚刚讲到了我们的年货大街 今年桃園呢 第一次扩大举办 在我们的中立跟桃園 然后时间点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刚刚讲到了我们的中立场 是1月24号到1月28号 桃園场是2月1号到2月5号 平日的时间都是2点到晚上10点 假日就是10点到晚上10点 完全就是独厚我们这些比较忙碌的上班族 然后还让你一次在这年货大街里头 把所有的东西买齐 对 但是年货大街通常都是比较是办那种 比较干货类的 那如果说今天我要来准备年菜呢 桃園有没有局长可以推荐的 对 其实我们讲到年货的时候 除了干货类啊 伴手礼之外呢 其实还有年菜 对 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是过年要吃年夜饭 对 那这年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那年菜呢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现在的人比较习惯定年菜 对 因为已经煮不出来 一桌都美味了 那可是不管是要订年菜 或者是做年菜 我们都跟传统市场有关 对 那我们在桃園呢 有14个传统市场 对 好 那我们介绍一下传统市场 在我们政府的辅导下 大概结构怎么样 在经济部有我们有所谓的热活名摊 有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 那在那个我们桃圆市政府在 在在也辅导他们 我们叫桃圆上好摊 好 那我们我现在先讲定年菜这件事 对 定年菜 我们就就集合了就是我们这些热活名摊 或者是桃圆上好摊 由他们来提供一些年菜给大家来订购 这你刚刚提的半价 对 年菜组合半价定年菜 等于是我今天不住桃圆 我也不用到现场 我可以直接有一个贩售平台 对 KKTX 网罗我们这桃圆的很多的优良市集里头 这一些名菜就对了 对对对 一共有12款 每一款呢 我们有前面有60份是半价提供的 那一共有720份 那当然你可以继续订 虽然是限量的 但是这个时间点大家也是要注意 因为他这就是卖完尾就没了 对对对 对 在1月20号礼拜六当天早上10点半的时候 在KKTX 然后也会公布在桃圆您的新粉丝专业 对不对 这是我们金发局的粉丝专业 这桃是桃圆的桃哦 桃好您的新 对对 很可爱 这次就是真的要把那个桃圆的美好分享给大家 这个1月20号这一天 大家一定要来抢这年菜 因为他整体的优惠是下沙到五折 哇这五折里面 局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有什么好吃的 这里面大家可以想象到了 其实都有 不管是你想象到比如说水饺 或者鱼 或者肉 其实都有 那因为我们这种组合方式 那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说 由桃圆的那个热活名摊 或者桃圆上号摊来提供 因为他们的品质是特别好的 对 好那有12款 我想我想这系数也有点辛苦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 好不好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这个菜单 对对对对 因为呢我自己没有 比较 因为我不住在桃圆 可是我自己在网络上面很常看到 有一些人他就会特别喜欢去走一些地方的一些市场 对 然后我后来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好奇不同区域的地方市场 对 那个观看率之高耶 对 就是大家原来很 因为就像我们去日本 我们就很喜欢去看日本的菜市场长什么样子啊 那现在桃圆的整个的很多传统市场都重新整理过 对 然后大家都很好奇 他现在整理后的全新的样貌是什么 好我跟伊巴大概说一下 我刚才稍微提我们桃圆 就是因为历史上原因 我们有两个都会区 一个叫桃圆区 一个叫中立区 我们这两个区呢都刚好有 各有一个 我们就是经济部所平定的四星五星的市场 那我先讲中立的新国市场 我为什么要从那边谈起呢 我有个学长 跟我其他农团住了二三十年之后 他搬到中立区了 他搬到中立区之后呢 就在新国市场附近 他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我永远不会再搬回农团了 为什么 他说因为在新国市场 太方便了 因为新国市场买东西还有冷气 对 对 这也是我很压抑的 因为我在网络上面看到 他们在介绍桃圆的这些市场里面 好多 他很宽敞 对 然后还有冷气 也没有味道 没有大家想象中 市场这种腥味 都没有 很干净 很干净 对 完全是不一样 你对传统市场的想象 就是完全颠覆 那像这新国市场 他今年就是 应该讲就是一百一十一年 现在是一百一十三年 一百一十年来获得了经济部评定为五星级的市场 哇 而且听说这新国市场里面很多喝假 对 比如说 那我刚刚讲一下摊位 西部市场里面摊位 它有五星的摊位有四摊 四星的摊位有十四摊 它事实上它里面有七成的摊位 有151摊都得到新级 这就是刚刚讲的 经济部评定的那个热活名摊的新级 那我这边推荐四家 我觉得特别 我特别喜欢 喜欢的 独厚的 一个叫阿燕水饺 这个我一定要特别介绍 我有去买过 那个水饺 我们一般来讲 冷冻水饺会不好吃 对不对 那个水饺冷冻完 真的很好吃 非常好吃 那第二个就是阿椒干嘛店 它虽然是一般的那个水果摊 水果店 但是它的水果真的非常好吃 非常新鲜 那另外 也另外一个也是水果店 叫小舟水果站 小舟水果站 对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他们的他眼镜海产 马肝 那这个很好 我特别喜欢吃他的虾 很新鲜 非常新鲜 今天这个局长介绍的新果市场这几个都是五星的店家 对对对对对 等于是我到这边就可以网罗这些四星五星的这些优良点价就对了 其实这四星五星它不只产品好 它的那个店的装潢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哇 真的是真的是完全让大家很好奇 就是颠覆我们大家对传统市场的想法 所以这新国市场除了在你刚讲民国111年 他得到五星之外 他前面十年连续得了经济部十年的四星 哇 是很认真经营的一个市场 哇很厉害 所以我在讲我有一个学长他搬到中立的话就说不回龙坛 的确因为你知道采买这些东西新鲜 然后又快 就是 而且舒服 对这个对于在真正在做家事的人 在煮饭的人来讲 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我不用大包小包或者是我不用那种含流汗啊 很累那种感觉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福音 那除了南部的中立之外 我们桃园市政府在北部就有一个新永和市场 新永和市场 那我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本来叫做永和市场 不是台北的永和 是桃园的 它在桃园大庙后面的一个永和市场 那因为那个地点呢 要盖桃园绿线捷运站的原因呢 就把它们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叫新永和市场 那在民国110年的这个新永和市场 也得到经济部的四星 非常也是一个非常 里面有三百多摊 非常漂亮的一个市场 也是像新国这样 在那边采买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市场 那里面也有热火名摊 一样的五星级有四摊 然后那个四星级的有十五摊 那其他有得星级的有六十八摊 那我这边也介绍几个他们的热火名摊 那我这边也介绍几个他们的热火名摊 第一个就是那 鸡肉 鸡肉 168 最好吃鸡肉 有有有有 这个有听过 那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那另外一个鱼丸 利泰鱼丸 很特殊的鲜草 鲜草丘跟日月香肉松 这几家 这是我去 我只要到的新永和市场 我是必买的 我真的推荐给 所有的愿意到桃源来的观众朋友 真的是可以在这边买 我们局长吃长了 跟大家分享了 大家记得168最好吃 还有利金鱼丸跟鲜草丘 对不对 还有日月香的肉松 对 尤其是鲜草丘跟肉松 在我们一般传统市场 我们比较不会注意到 对 对不对 我们通通想到鱼啊肉啊菜啊 对对对 水果啊 这边不一样哦 有鲜草丘跟肉松 这边也有这些东西 可以让你买 对对对对 五星级的 对五星级的 大家要记得 我刚刚我看到听众朋友就说 小夫说他很喜欢逛新果市场 小夫是一个男生哦 你看现在不管 其实真的让传统市场让更多人知道 然后大家愿意来这一边 其实传统市场不是只有煮饭的人要来而已 就是很多 如果你自己去那边 你还是可以吃到一些熟食 对对对对 对像刚刚局长讲的那些肉松也是啊 它其实就是熟食 我们到国外去看一家的菜市场 那好歹也来了解一下 我们自己台湾在地的文化啊 对其实有很多美食在这一边 那我知道我们在过年期间 刚刚局长讲了这么多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桃园的最强冠军机的 首奖的龙潭传祥机 那我要先推荐龙潭市场 我们桃园很有趣啊 就是北部南部一个新国市场 一个新红市场 那在东南方有个龙潭市场 为什么要特别推荐啊 我们桃园市场规划把这个龙潭市场 提升成为一个观光市场 就类似国外的观光市场那样 所以我们在民国110年 经过那个前瞻计划 做有一个大改造 把整个龙潭市场做一个大改造 现在里面的景观 就跟刚刚讲新国市场 新红市场一样舒服 那你刚刚讲到那个冠军机 我再说明一下 这个冠军机是我们桃园 在上好他们活动里面 选市场的机 就是鸡肉在市场是一个特色 那我们市场龙潭的传乡机 是我们冠军机的第一名 那这是第一名 市场还有第二名 我介绍一下第二名 就是除了那个龙潭的传乡机之外 那我们第二名的就是在我们南门市场 南门市场在哪边 在离我们市政府还蛮近的 它那边有一家叫做风之味盐水机 风之味盐水机 也非常好吃 那第三名的话是在就刚刚讲的新国市场 新国市场叫做那个阿湘鸡 阿湘鸡 那还有一个推荐奖 那是局长个人推荐的 在新宇和市场叫做叫做鸡大王 哦鸡大王 那这四间的那个鸡 就是我们桃园的冠军鸡 就是我们在桃园各个摊商在竞赛里面 我们把鸡特别拿出来 这都熟食 这些熟食的鸡 风味都不一样 像刚刚讲的有船箱鸡 盐水鸡 各种各种做法 味道都完全不一样 都非常的好吃 哦 今天局长跟我们讲了好多 大家有记起来吗 就是呢 到我们的桃园呢 可以去走走这些不一样的传统市场 特别是在这一次 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年货大街以外 然后我知道1月20号 我们是否在我们的全市的公有市场 也推出了很多年节的优惠活动 对不对 是这样 1月20号的时候 刚刚我们讲 刚刚有讲到那一个半价的那一个 整个连货大街的活动 包括刚刚讲的那个南北货 包括我们市场的活动 我们在1月20号有一个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 在我们新有和市场 那在那天呢 启动仪式之后 就是刚刚讲说 除了刚刚讲的是那个连菜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两个活动 一个就是我们有会花发的红包 农年的红包 我们准备了5万份 在14个公有市场里面 你只要来这边消费 就可以拿到红包 对对对对 另外还有打卡抽Apple Watch的活动 哇 真的 这个大家把握 Apple Watch是大奖的 这次上我们总共的奖项 有将近2万元 2万元 那只要到在2月20号到2月24号之间 就是这个过年的期间 到我们那个桃园的传统市场 打卡 上传 就可以参加抽奖 哇 今天局长讲了好多 好澎湃 好丰富 但是呢 如果大家今天呢 来不及把它记下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到 我们的粉丝专业 来 讨好你的心 对对 讨好你的心 这个讨就是桃园的桃 讨好你的心 我们有更多文字版的 这一些活动内容 大家可以仔细观看 不要错过这一次 抢好康的机会 然后呢 也好好的来认识一下桃园 对 欢迎来桃园 谢谢局长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 谢谢伊巴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